Zither Harp 在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少年创客展编程技巧 感受科技带来的快乐 小手记录家乡变化 今年的寒假作业有点不一般 牛羊们竟然盛装出现在巴黎 这是怎么回事 新闻呆呆酷开心说新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前不久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展示交流活动拉开帷幕 来看看同学们制作的那些小机器人 都能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吧 内容有两个颜色的光 然后蓝色的出蓝的 然后红色的光头红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这次青少年人工智能展示活动中 智能控制搬运赛的比赛现场 选手们需要通过编程让小车在指定地点准确投掷 除此之外 这次活动还有机器人斯诺克大赛 机器人模仿赛 机器人循迹赛等 八个类别的各式各样的项目 今年的比赛以少年创客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 大家围绕节能环保 手工制作等主题 比拼技术 比拼创意 也比拼硬赛的稳定性 这次比赛呢 我做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在比赛过程中呢 我的车它没有出现太多的失误 而且我家的球也比较多 这次学到自己举办比赛 去磨练自己并且看一看自己的能力 以后我还会生在类似这样的活动 而这样一个即动手动脑于一身的科技创新活动 也是希望能够激发越来越多的同学 对人工智能项目的兴趣 给大家提供一个互相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 就是要让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 学会解决问题 第二个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那么孩子们通过这些活动呢 能够开发自己的能力 放大他们的想象 能使他们的学习更加快乐 更加扎实 而且更富有知识感 新学期开始了 听说不少学校都开展了不同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先来听听广西桂林的同学们 在这个寒假里的收获吧 在广西碟彩区林社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 同学们走上讲台 展示以我眼中的家乡为主题的调查报告 同学们展示了静江亡林 摇山花卉基地 特色美食等等 通过一张张照片 直观地展示出桂林的美食美景 名人典故和农村的发展变化 以前爷爷奶奶们住的是很老旧的 用木头做的 上面还是瓦的房子 现在我们家是非常高的房子 而且还买了车 这里有了老年娱乐室 现在我们新农村变化越来越大了 在今年寒假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蝶彩区林社小学结合农村小学实际情况 要求各年级同学或以手抄报 或以照片的方式走出家门走出课堂 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 用眼睛观察家乡的变化 用真心为家乡建言献策 如此接地气的开学第一课 不仅在同学们心中根植下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勇气和担当 更是号召同学们新的一年 带着梦想继续去学习去奋斗 热爱我们的家乡 保护我们的家乡 让我们的家乡更好更美丽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在以后的学习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不管以后在哪里 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使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加美丽 开学了 大家的寒假作业完成了吗 说到作业啊 最近一则教育部将明确教师不得通过 微信和QQ布置作业的消息 在朋友圈里引发了热议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 老师用手机微信或QQ群布置作业 甚至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的现象 等于变相给家长也布置了一份作业 一方面家长自身的心理压力会增大 另一方面孩子也会过度依赖家长 针对这样的现象 教育部在2018年10月11号 就针对政协委员提出的 关于停止小学老师用手机微信和QQ 对学生及家长布置和提交作业的提案 做出了回应 其中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 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 引发很多人关注 因为家长的思路跟老师不一定一样 我觉得还是学校布置作业 由老师检查比较好 也有人认为 只要作业内容不超出学生能力 不强行要求家长撇改作业 那么老师用手机形式来布置作业未尝不可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不少牛羊出现在巴黎街头 让酒居城市的人们倍感兴起 原来这是为了给一年一度的 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预热 盛装出现的动物们为大家平添了不少乐趣 前两天在法国巴黎东北部的一家公园 农民们带着牛羊等家畜聚集在这里 举行动物大游行 在主人的带领下 牛羊带五颜六色的花朵装饰 悠哉地行走在公园里 现场还有民众为动物们演奏乐曲 对于酒居城市的巴黎居民们来说 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 不少民众慕名赶来 更多的是家长带着孩子 让小朋友们与动物亲密接触 尤其是为了孩子 甚至为了我们的典型 我们是在国家 尤其是因为自然的 这些来自法国的农民们 将携带家畜 同世界各地的展商一起 参加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 主办方希望通过博览会 让更多的人了解农业 重视农业 同时也为法国农村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接下来你将看到 与同龄男足比赛 穷中女足小将顶住压力 在赛场上磨练意志 欢迎回来 这里是新闻代代库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 海南穷中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盛况 最终穷中女足 获得了U16组的冠军 但对于穷中女足U12 刚刚入训两年多的小队员们来说 比赛可没有那么顺利 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 U12的女队员们 对战同样是穷中女足的男队队员 刚开场没多久 主力队员王萱萱就被男队员意外打伤 嘴唇裂出了一道深深的血口子 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 王萱萱没有任何休息 坚持马上回到了赛场 穷中女足是本次来参赛U12级别的唯一一支女队 其他国家派出的都是男队员 萧珊教练仍坚持让队员们参赛 女足对战男足 从速度到力量的悬殊显而易见 但教练萧珊说 就是想以赛带练 不仅锻炼技术 也锻炼女队员们在强劲对手面前 抵抗挫败的心理素质 因为这回的比赛我就提出来 我说反正12岁 让女孩子也容忍其中 在以前没有女孩子的同时 我们一直跟男选手对抗 当然有力也有弊 但是我觉得力大于弊 为什么这么多了 就是说通过跟强的对手去打的话 那么再次女孩子打的话 想起来说就简单了 在对战印尼男足时 又赶上了下雨 放下女孩子的娇弱 同男队员一起奔跑在足球场上 姑娘们顶着印尼男队连进三球的压力 在萧珊教练的指导下密切配合 在马上结束比赛的第60分钟 攻击一球 那一刻 凝聚在他们脸上的 看不出是雨水 汗水 还是泪水 这是正因为下雨 磨练齐 对吧 磨练齐 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 对吧 如何去战争 教练乔珊说 国内女足队伍少 一代代穷中女足 都是在跟男足的比赛中磨练出来的 在华州只玩男孩和男孩和男孩 她比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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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赛困难 但是全球都很棒 她是一个很棒 很快 我们必须要注意 那些队伍 通过我们的帛困难 得知U16女队师姐进入最后决赛 U12的队员们 早早就围坐在赛场周围 认真观展 每次一打比赛的时候 国内女教我们看 我们比赛的时候 就会说 要是师姐的哪个方面好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 必须要学 我喜欢的是九号师姐 因为她速度快 她个人技术也好 有时候她也会带我们训练 有很多方面我要向来学习 U16穷中女足最后夺冠 对U12的小队员们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赛场上 她们看到的 不仅仅是姐姐们 训练有素的技术 她们看到的 更是未来的自己 世界游戏已经进过程度了 我会想象世界的样子 有些人进国家都会想进 进不了国家 对的话 就回来 就可以当教练 或是当体育老师 教很多小朋友踢足球 可以让他们走 走出这边还难 位于华盛顿的 美国国家动物园的熊猫馆 在经过了翻修之后 在上周末 终于重新亮相 熊猫们的新家 长什么样子呢 美国国家动物园中 大熊猫馆里的熊猫们 一直以来都被游客 视为震源之宝 1972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首次访华之后 第一队旅美大熊猫 林林和欣欣来到这里 让美国民众和中国大熊猫 有了亲密接触 2000年 雄性大熊猫天天 和雌性大熊猫美乡 从中国四川来到华盛顿 并一直居住至今 来到华盛顿之后 天天和美乡 先后生下了大儿子泰山 女儿宝宝和小儿子贝贝 目前泰山和宝宝 已经返回中国 而2015年出生的贝贝 暂时还和父母一起 居住在熊猫馆里 数十年来 熊猫馆经历多次翻新重建 并推出了24小时直播的 熊猫频道 每年都有上千万人次 访问这个频道 今年正逢中美建交40周年 为此动物园决定 再次对熊猫馆进行翻新 对馆内的文字和图片介绍 进行全面升级 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 另外熊猫馆还引入新的 电子互动设施 可以让游客在近距离 观看大熊猫的同时 获取更多与熊猫有关的知识 寓教于乐